今天的社会都是这样 我们每个人上当以后都会对社会有一个重新的认知 或者说对人有一个重新的认知 比如你很好的朋友 你非常的相信他 但是他在一件小事上或者是一件大事上 他欺骗了你 一开始你一定是怒不可遏 是吧 很生气 可是当你静下心来的时候 你会想 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 我的一个算是知遇知恩一个朋友 他说他弟弟的战友有一个项目很好 投资了一个养鸭厂 这养鸭厂说明年的时候就是收获季节 我说怎么回事呢 他说明年的秋天的时候 这个鸭子就开始产蛋了 这个鸭子产的不是鸭蛋 我当时还纳闷呢 我说这鸭子产的不是鸭蛋是什么蛋呢 他告诉我说是种蛋 这就涉及一个概念 就是在你似懂非懂之间 你最容易上当 对吧 我我们对鸭蛋是很懂的 我们不懂鸭蛋也懂鸡蛋 但是你绝对不懂什么叫种蛋 他跟我说 你看我这五万只鸭子 屁股一掘 一人下一个蛋 下成鸭蛋不值啥钱 那时候鸭蛋大概一个值两毛钱 说如果下的是种蛋呢 一块钱一个 你想想 这五万只鸭子一掘屁股就下出五万块钱来 当时五万块钱是天大的数字啊 可这会儿 这时候是深秋 十一月份 鸭子已经没得吃了 扛不到来年的下蛋 然后他找到我 说你能不能投资啊 我说怎么投资啊 他就说呢 你拿点钱 到明年三月份 鸭子开始生蛋 一生蛋 天天啊 你就有收入了 我就说 那好那好 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有点小钱 如果没有这小钱 也就没有后来的事情了 我说 我还假装聪明啊 我还假装聪明呢 说我们做个实地考察吧 他就找了个车 拉着我们去了北京的东郊通县 今天的通县啊 北京的东郊通县 已经都是高楼林立啊 我那时候去的时候 全是荒郊野外 七拐八拐 走了半天 终于找着这个养鸭厂了 到了养鸭厂 第一件事 就冲出几个工人 跟他那个厂长说 说厂长这鸭子饿得 好几天都没吃的了 哎呦 我一看还真着急 然后呢 他就带我去看那个鸭子 鸭子是白滑滑的一片 我平生就没见过那么多鸭子 拥在一起 一眼看不到头 哎呀 我当时就觉得特别震惊 我说怎么会有这么多鸭子 然后他说 就是这些鸭子 来年就开始下蛋了 下的都是种蛋 我回来的路上 我记得很清楚 我回来的路上就路过银行 我就下了车了 我就赶紧先给他汇了五万块钱 我说这就不能耗着了 别让鸭子再饿着 赶紧的 我就先给他汇了五万块钱 后来呢 我又追加了三万块钱 大概花了八万块钱 这个事呢 就展告一个段落 我回家跟我老婆说 我说我告诉你吧 明年三月 最多到五月 你就成富人了 每天早上有人敲门 就跟今天送快递似的 一敲门光就往你家扔一包钱 然后你就别提多高兴了 天天就做着这个梦 然后到了春节 那朋友给我打一电话说 哎呀 说春节 说那我给你几只鸭子吧 说这个 你也帮我这么大忙 好 给我送来四只鸭子 那鸭子特肥 我当时还不会弄 我就拎着啊 跑到我们出版社的那个食堂 食堂的那个厨师们回弄啊 我说这四只鸭子 你们把我 不是把我 是把他啊 把他退了毛 开了糖 然后呢 你给我收拾干净 然后把这个鸭子给我一只 剩下三只我不要了 我也吃不了 然后他们就特高兴 哪找这么好的买卖啊 然后他们就把那鸭子宰了 退了毛 开了糖 内脏取出 把那鸭子收拾的干干净净 给了我一只鸭子 我回家还不会做 你知道北方人啊 不会做鸭子 北京烤鸭之有名啊 让所有的外地人都误认为北京人爱吃鸭子会收拾鸭子 其实北京人最不会了 我小时候那菜市场里就没有卖鸭子的就是卖鸡的 所以呢 这只鸭子呢 炖的时候不知道那鸭子怎么肥还是怎么一锅子油也没吃几块的 这事就过去了 春节以后就翻篇了 三月份很快到了 没人理我 我那时忙呢 也不是太计较在心上 就很快四月份又过去了 我就有点着急了 我说怎么没信了呢 在打电话找不着人呢 我找不着人没事呢 鸭子厂在呢 咱上鸭厂去看 然后我们又开了一个车 那时候也没有GPS系统 就是凭这G一点一点找找找找找找到 我认为是那个鸭厂的地方 结果呢 没有鸭子 五一节我记得清清楚楚 阳光灿烂 有个老头在那水边坐着 哎我就奇怪 我说这鸭子都上哪去了 我就问老头 我说这鸭子呢 他说这是鱼塘 我说鸭子呢 他说鸭子 他说鸭子 春节给卖了呀 那是供应北京市场的春节的肉鸭呀 我当时心里就很奇怪 说这鸭子不是下肿蛋的吗 怎么变成了肉鸭呢 我其实当时根本不知道 下蛋的鸭子和吃肉的鸭子有什么区别 要是养鸭的人 明白的人一眼就看得出来 这群鸭子根本就不是下蛋的鸭子 但我看不出来 所以我人生就上过这么大一档 吃过这么大一亏 八万块钱吃一只鸭子 今儿说出来都是笑话 当时啊 就是刻骨铭心 还丢人 还不敢跟人说 好长时间还不敢跟老婆说 老婆老问我 说那个鸭蛋什么时候下呀 那种蛋 你说我怎么说呀 所以人生的经验是靠积累的 后来我再去打听才发现 这个人不是我那个朋友的弟弟的战友 是他弟弟战友的战友的战友 就拐了不知道多少个圈 从那以后再也没见过那个人 当年啊 我喜欢古董啊 老逛琉璃厂 我那一年呢 不知道干什么事 我记不太清楚 我离开琉璃厂的时候 在路边看一人啊 拿一树枝子在地上写字 我就过去看他写字 写什么啊 那时候比现在讨厌 现在人在地上写什么呢 我都不会往前凑 我那时候就爱往前凑 看他写什么字呢 写什么我给忘了 但字写的很好 我一看 我说呦 你这字写的不错呀 这人边跟我说话啊 头都不开 说我练书法呢 我多少有点这种 这种爱财 或者说怜香惜玉 我觉得一个人练书法 拿一树枝子在这个土地上练 那也算一功夫了 我就开始跟他攀谈 攀谈的时候呢 没说两句 我说得了 开始吃顿饭了 我说我也得吃 咱就旁边小餐馆吃顿饭了 那时候吃饭花不了几个钱 我就拉着他跟他吃饭 吃饭中呢 我发现他有一毛病 什么毛病呢 能吃不算毛病啊 他具能吃 就是抽烟 我是不抽烟 所以就呛的不行 过去那餐馆也没有人进烟 所以就呛的你 就是很难受 我就算跟他认识了 认识以后呢 我就说你 我说你在地上写字 不算什么呀 我说要有机会 你哪天上我们编辑部吧 编辑部给你准备笔墨指研 侧候着 你给我们写点字 我当时想呢 他到我们编辑部写字 一定是不要钱的嘛 我们就花点笔墨指研钱 是吧 留点字 果不其然 这人还真不认生 他来了 我们编辑部的人 当谁都让他写 这说一个 那说一个那个 他就反正你说什么 他给你写什么 你让他写什么题 他就给你写什么题 那时候算我们的 业余生活的一个乐趣 后来这乐趣 有点不那么乐趣 就是他一天到晚的 就抽闷烟 愁眉苦脸的 我呢 就多问了一句 我说你这老 这愁眉苦脸的 是什么事啊 他就告诉我 他说我欠人钱 这事有点问题 是吧 你问了人家了 人家告诉你了 这个事情 你装不知道 不可能 我这继续又问一句 就是我自己 把我自己搁里头 我说那你欠人家多少钱呢 他说呢 我不欠人多少钱 我就欠人2000块 我们今天听这2000块 确实不怎么多 你知道我在80年代 现在我想想这日子 大概27个年前 2000块挺多的 我那时候啊 我年轻的时候 跟现在基本上也一样 就特容易激动 我说得了 我这钱我借给你 我说你别这样 跟要死似的 我借给你 你还个人家不就完了吗 以后你有钱再还我 我呢 就跑到储蓄所 男的存值啊 那时候兜里不可能有2000块 2000块是大数 取了2000块 我借给他了 他特高兴就走了 走了以后嘛 没多久他又回来了 回来跟我说呢 这个 钱还了 但是不够 我说你不是欠人2000吗 他说是2000啊 一笔2000 但我欠好几笔呢 我这一听 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受一教 叫这个做好人做到底 好事做到底呀 我说那你就告诉我 你到底欠人多少钱 他说我欠人6000 说还两千 还有4000 说我为这个都不敢回家 我就想啊 这事我多少有点四项斗争 我当时有多少钱呢 我有8000多块钱 那时候我算巨富的人 8000多块钱 我就愣咬着牙 又借了他4000 这就是借给他6000块 拿走了 特高兴 然后呢 这人呢 欠钱的人是这样 他只要把钱一还 他就如木春风 他宁肯欠一心债 他欠那个老债人追的他紧 老债一还 如木春风 这人状态就不一样了 特高兴 但烟还是抽那么烂 他这个人啊 我今天可以告诉你 这人已经去世了 叫张克志 是哪的人呢 雅安人 张克志 比我大概 大概十来岁 十几岁 他就是北京人 他就是北京那个 朝阳门丽交桥旁边的 那个居民区里的人 他是上个世纪的 五六十年代 之边去的四川 所以他一口惊骗子 我借完他钱了以后呢 那些年呢 每年他回北京的时候呢 都来找我聊天 从不提还钱的事 不提还钱的事 终于有一天 他跟我说 小马 我比他小啊 往我脚下 说我啊 现在钱够还你的 我心里啊 其实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借完钱 好人当晚 只要人把钱还你 你就是一个天大的好人 事也好 他说我现在能有钱还你了 然后呢 我这正等着接这钱呢 你说他跟我说什么 他说我如果还完你 我立刻就没钱了 我还得跟你借 你说怎么办呢 我那时候 那又充一硬骨头 我说那你就先别还 他说对 你让我拿这钱做点生意 做完生意以后 我赚了大钱 我好还你 我这个人跟我说的一句成语 叫滴水之恩 永泉相报 我这滴水之恩啊 就没等来这永泉 你知道吗 他后来年年到我们家来 又不提了 为什么 说那生意又赔了 没钱了 没钱呢 他到我们家 那时候我们住的房子小 都是那过去的单位 分配的那二居室 就一门厅特小 大概有个八平米吧 我那时候回家晚 天天都回家晚 也没个通讯啊 也不像现在打个电话 你到人家人在不在家 他就敲门就去 我老婆跟我说的这么一句话 说啊 我最怕张克志来 他一来 咱们家这烟就跟着火似的 他不仅抽烟 抽的刺子 他毛病还大呢 他那烟是不吸火的 一根火柴抽一天 就这根烟快完了 就结成那根了 然后所有的烟 你给他准备什么烟灰缸 他也不会往烟灰缸里扔 他一定扔在地上 他拿脚撵 就那么一个毛病 你想想 他坐在我们家 把我们家 只要他走了 有时候他等不到我回来 他走了 我一进屋 我说张克志来了 这烟太臭了 就是他 结果呢 有一年 我回去家特别晚 我老婆跟我说这么说的 说 我跟他能聊什么 聊聊聊 把所有的话都说 说尽了 张克志还是跟我老婆挺能说的 就是诉苦 他那个聊天就是诉苦 把他这辈子苦水全倒出来 就聊到最后淡尽粮绝 没话可说了吧 我老婆千不该万不该 说了一句话 说 你欠哪个一顿 那钱这么多年了 你怎么不想着还呢 张克志说 我没钱 以后有钱我一定还 他是大好人 什么说了一大堆 夸奖我的话 从那天起 我再没见过张克志 我就跟我老婆说 我说都你说吧 你说对朋友都做不成都不来了 我有一个朋友 航五 五到三粗 做事呢 就比较愣 有一天突然跑我们家 跟我说 说 哎 你准备两件好看的东西 我得跟人家显培显培 牛一下 我说你牛 牛什么呀 他说我碰见一哥们 他老说他东西好 老说我哥们东西比你好 我让你看看 就上我们家来了 说你给我准备俩好的 我一会就过去 果不其然 隔了一会他就来了 来了呢 我事先呢 那这事不赖他赖我 因为我是行家 他不是行家 我想来想去 我准备了两件东西 一件是青花 乾隆款的玉湖春瓶 观摇 一件是这个青花 蝉织莲 蒜头瓶 也是乾隆观摇 两件东西搁在一起 你知道 瓷器是有造型的 玉湖春瓶和蒜头瓶 都是属于细径 就是脖子是细的 大肚子 远腑 大肚子 两件东西搁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搁的时候 两件东西过于近 两件东西之间 有一指的距离 两个挨在一起 但你知道 两个肚子 碰在一起的时候 脖子还离着远着呢 你看两个很胖的人 如果接吻 肚子都挨上了 嘴还没挨上呢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我呢 把这东西搁在 那个矮柜之上 我那朋友就进屋了 一进屋呢 那时候客厅小啊 我就到厨房给他 七茶 七茶的工夫 就听见那屋里 啪啦一声 我一想得 俩东西全玩完 怎么回事呢 他一进屋一看 这俩东西挺漂亮的 他又不懂 他上去就抓住其中一个 拿起来一看 也看不懂 往回一放 俩东西啪就撞在一起了 为什么 两个东西太近 这两个东西脖子离着很远 肚子离着很近 他回去的时候 归位的时候 就没有距离感了 所以两个东西就撞碎了 我当时就想 他这是拿啤酒瓶拿惯了 我们这啤酒瓶 你不管怎么放 你也很难让 跟旁边的啤酒瓶相撞 是因为啤酒瓶是垂直的 你平常拿多少次都不会出问题 但是如果你拿这种瓷器 尤其这种大肚子的瓷器 就非常容易发生这个问题 我那天就后悔不迭 这两件东西 要说起来 当时都跨过了近200年的历程 今天都200多年的历程 可惜 没扛到今天 今天想起来 内心还不是很舒服 还是很不舒服的一种感觉 我记得我 三十多年前 北京 刚开始有出租车的时候 算过一档 那个很有意思 我一个朋友 当时是帮助我跑信息的 他告诉我说 那时候还管我叫小马呢 说小马我告诉你 门头沟有一黄花离大台湾 你想不想去看 我说那多远啊 怎么去啊 他打车呀 我说 打车得花好多钱啊 他说这钱不用你花呀 我花呀 你怕什么呢 我一听 那时候做出租是个很大的事 我说好好好 咱就去 我当时住在 北京的东四十二条 北京的最早的出租公司的始发站 是东四五条路口 离我们家就跨七条胡同 他不像今天 今天是招手停 什么滴滴打车 你打电话 都可以把车招来 那时候你得自个走到出租汽车站 然后说我要帮你的车 然后有车就坐 没车你还在等着 也没人预约 我们就两个人溜达溜达 就跑到了东四五条那个路 那个东四五条的那个出租汽车站 在那等着 打上车以后两个人呢 就一路西行 最后就进了门头沟的大山 这个车又开 我越害怕 当时为什么害怕呢 那边那山呢 就越来越高 然后就下午了嘛 下午就有点阴 一阴就有点害怕 就说我就跟那人说 我说我咱可没带钱啊 我那言外之意 就说你们千万别 别无我 他说没事 咱先看东西 后来终于终于呢 就开到了目的地 是一个农家院子啊 我记得车厅的门口 我们俩进去 一推门 老太太啊 正在那吃饱饺子呢 嗯 他还问我说 你是不是来吃几个 我说不吃不吃 没那个饮 我一进门 我心就凉了 我没看见那饺子的时候 我就看见那案子了 那案子是一个柴木大桥案 根本就不是黄花梨的 那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就特沮丧 我觉得走了这么老远 花了这么大的精力啊 来这看这么一个案子 可见这跑腿的多不贴谱 结果跟人家随便说几句 就撤出来 又坐着车 一路无话的往回开 往回开呢 开到东四路口了 那朋友突然说 停车 我就没反应过来 那停车 他一拉门 他下去了 他说我有点急事 我先走一步啊 我说那你走吧 你走吧 我走了 这车拐过来 开了四条胡同 到东四五条路口 车一停下来 那司机跟我说 结账 我脑袋嗡了一下 我忽然明白了 他为什么要在东四路口下车了 他把这账逃了 他要是打了我多少钱呢 打了我二百多块 今天二百多块打低 都不算少了 今天谁没事打二百多块钱低 那时候我那车打的 真心疼啊 我印象中啊 那当时打低是一块二 还是更便宜 八毛一公里 人生这种档都是小档 这种档都是当时难受 过后不难受 为什么 过后就是个笑话 你今天讲就是个笑话 你没有经验吗 你上人家一个档 这个档呢 都是朋友之间的档 这种档并不伤筋动骨 最后你见着他 他一笑了之